大大焗洪玄日高掛遠方天空 在大樓間綻放光芒 高美濕地的落日更美 整片海洋染成橘色 美得像一幅畫 一年當中白昼最短的日子 就是12月22日冬至 但最早落日的時間卻在11月底 根據台北天文館的精算 今年台灣各地最早日落 是11月30號下午5點03分 地球自轉的時候 它有個傾斜軸23.5度 地球落太陽公轉的時候 它並不是一個圓形軌道 它是一個橢圓形的軌道 就會造成我們每一天 所看到的日落跟日出的時間 都會有所差異 除此之外 今年天氣形態也很怪 氣象局長正名點 在臉書貼出一張雲圖寫道 華南雲雨區東移 但現在都還沒有到冬季的特徵 春季天氣已經開始 難怪春天的花也掀開了 冬天似乎不見了 大家可能感覺 比較像是春天的情形 但其實就只是因為 在過渡時期 會有這樣的表現 現在其實都還是我們冬季的開頭 還是有另外一波冷風氣 慢慢增強 所以這是一個逐步的過程 不過現在先關心 11月26號的天氣 雖然11月25號 北部跟基隆北海岸 有局部較大的雨勢 其他各地降雨機率也很高 但好消息是 投票日降雨就會趨緩 白天開始 這雨勢上面 就已經開始慢慢的緩和下來 北東是屬於短暫雨的形式 天氣越晚 看起來是比較穩定的 11月27號到11月29號這三天天氣好轉 陽光會露臉 但30號又有一波封面來報導 溫度可能下滑到15度 民眾要做好遇寒的準備 記者王志文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